我们在前面的影片中 讨论了缓冲溶液的组成及特性 那缓冲溶液有什么应用呢? 其实,缓冲溶液的应用非常广泛 除了在化学实验中 常用来减少PH值的变动外 在生物体内也存在着缓冲溶液 例如,人体血液PH值 始终维持在7.36至7.42之间 其中一个缓冲系统 是由碳酸氢跟离子和碳酸之间的平衡来控制 正因为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而且复杂的系统 如果PH值变化过大 就会造成不适甚至致命 像是在静脉注射中使用的生理食盐水 同样含有缓冲溶液 借以将血液的PH值维持在特定的范围内 另外在农业、工业及医疗药物上 也常见到缓冲溶液的例子 今天就让我们试着探索缓冲溶液的应用吧 人体中许多生化反应需要酶的作用 酶又称为酵素 在特定的酸碱环境下才能保持活性 如果PH值偏离过多 就会导致酶的活性降低 甚至会因为变性 从而永久失去催化活性 人体内的缓冲溶液 大致上由三个系统所组成 一、碳酸与碳酸氢根离子的系统 二、碳酸氢根离子与碳酸二氢根离子的系统 三、蛋白质的缓冲系统 在人体生理机能中 会透过血液来帮忙运送氧气及氧分 并将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运送至肺泡 最后藉由呼吸作用排除二氧化碳 血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 其中两个关键部分 分别是血浆和红血球 血浆内含有许多物质 包括蛋白质、金属离子和无基磷酸盐 红血球含有血红蛋白分子 而血红蛋白分子则可携带氧气 当红血球位于细胞组织时 因二氧化碳浓度较高 在酵素的作用下可快速转变成碳酸 而碳酸可解离出氢离子 形成碳酸氢根离子与氢离子 碳酸氢根离子可溶于血浆中 而氢离子可与吸氧红血球结合 使吸氧红血球释放出氧气供细胞使用 在肺泡中 所有的反应及逆转相反 肺泡是氧气含量较高的部分 氧气可与吸氧红血球结合 释放出氢离子 而释放出的氢离子 可与血浆中的碳酸氢根离子 结合形成碳酸 在酵素作用下转变成二氧化碳与水 将二氧化碳借由呼吸排出体外 呼吸系统透过调控血液中的碳酸 来帮助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 血液中的二氧化碳会迅速于水反应形成碳酸 两者在血液处于平衡状态 当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升高 例如当你憋气一段时间 多余的二氧化碳会与水反应形成额外的碳酸 从而降低血液PH值 所以憋气一段时间后 身体自然而然会迫使自己增加呼吸的速率和深度 迫使你播出更多的二氧化碳 进而利用排除体内的二氧化碳降低碳酸的浓度 将PH值调整向正常区间范围 而这个过程也可以逆向运作 过度的深呼吸和急促呼吸 如换气过度患者 会将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排出降低碳酸浓度 使血液PH值过高造成减中毒 这时利用纸袋套住口鼻 使患者重新吸入呼出到纸袋中的空气 使血液PH值降低 抑制这种减中毒的现象 这是因为透过重新吸入 含有较高浓度二氧化碳的空气 可以迅速增加血液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将血液PH值调整回正常范围 磷酸盐缓冲系统同样也有着维持体内恒定PH值的作用 磷酸盐缓冲系统与碳酸氢盐缓冲系统原理几乎相同 只不过磷酸盐是在细胞内液体中发挥作用 当细胞内PH值过低时 磷酸氢根可接受多余氢离子 减缓PH值降低的幅度 当细胞内PH值过高时 磷酸二氢根可释出氢离子减缓PH值上升的幅度 另外,蛋白质也是身体中重要的缓冲系统之一 蛋白质是氨基酸的聚合物 氨基酸结构中具有扮演酸角色的缩基与紧角色的氨基 当细胞组织内PH值过低时 氨基可接受多余氢离子 使PH值不至大幅度降低 当细胞组织内PH值过高时 缩基可释出氢离子 使PH值不至大幅度增加 生活中许多的药物 例如注射药物、饮药水等 均需将药物溶解在含有缓冲溶液的系统中 磷酸盐缓冲溶液是一种常用于生物研究的缓冲溶液 PH值约7.4% 它是一种以水为基础的盐类溶液 其中包含磷酸二氢钠与磷酸氢二钠、氯化钠等混合溶液 缓冲溶液除了要维持PH值的恒定外 也要调控至适当的浓度 使溶液渗透压与细胞相等 也就是等张溶液 除了这些生理或医学药物上的用途外 在工业上缓冲溶液亦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由于染料分子为有机分子 可能会受到溶液酸碱性的影响 使得染色程度不一 所以染色时需要缓冲溶液维持溶液的PH值 另外在新冠肺炎的期间 PCR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什么是PCR呢? PCR为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的简称 称为聚合酶连锁反应 聚合酶连锁反应的反应过程中 需要将溶液PH值维持在8.4的微碱性环境下 在依照制造DNA的不同阶段 利用温度调控不同酶的活性 这种技术是可以在生物体外 布置特定DNA片段的核酸合成技术 此外 生物上常用的电勇技术 也需要在缓冲溶液中进行 生物化学中常使用电勇技术 来分离各种氨基酸和蛋白质 医学上 则可利用血清在纸上电勇 进行某些疾病的诊断 胶体电勇 是利用胶体粒子 在一个均匀电场下迁移速率不同 所进行的实验 但在电勇实验过程中 正极与负极电极附近的水溶液 会因为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的缘故 而造成PH值变化 为了保护分析物 使分析条件维持不变 电勇需使用缓冲溶液 来控制水溶液的PH值 关于人体内缓冲溶液 调控PH值之相关叙述 下列哪些正确 学习完缓冲溶液的相关知识与应用 来做个总结吧 人体内的缓冲溶液 大致上由三个系统所组成 在生物及医药相关的缓冲溶液之应用 工业上缓冲溶液常被用于调节燃料的PH值 同学 在看完上面缓冲溶液的各种应用后 你是否能试着在日常生活中可接触的各项物品内 寻找缓冲溶液的踪迹呢 欢迎与我们分享你的答案 下次见